对失败的恐惧常会阻止我们去尝试一些事物 我们觉得不去尝试就是安全的 但不去尝试反而成了你会失败的唯一方式 如果在过程上我们最害怕的是成真的 会怎么样吗 我们会死吗 我们会没办法再尝试其他事吗 我们会无法重新开始吗 大多数情况 这份恐惧可以归结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这很合理 因为其他人可能真的该死的苛刻 但是别让酸民的一张嘴就阻挡了你发光的企图 你应该意识到其他人包括世界上最成功的人 也会遇到酸言酸语 实际上极其成功的人每天都受到植树般的批评 但是他们会继续前进 我们也需要这么做 你应该克服被品头论足的恐惧 然后去做你想做的才能成就伟大 另外不要因为害怕犯错 让你丧失了做决策的能力 当下你也许有两条路可选 两条路可能都是对的 也可能都是错的 但无论如何 冒着犯错的风险走就对了 除非你起身动作 否则你不会知道结果 如果选错了 你可以回过头选择另一条路 不幸的是 这种对失败的恐惧不会消失 每个人都有 你尽力能做到最好的事 就是了解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且无论如何都要不断前进 让恐惧阻碍你 其实只是让你自己和你的潜力无法发挥 加油 勇敢地踏出去吧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